中国一邻国,阻挠中国宠敬联合国二十年,如今一心愿始终无法实现。 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的变化,也是能够体现我国实力的不断强盛。 当时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力之后,负责我国外交事务的乔冠华在第二十六级联大上非常的开心。 当时有西方的记者,询问乔冠华是什么心情,他并没有回答,反而是因为喜悦而笑个不停,于是便有了这张经典的照片。 当时西方记者将他称为乔的笑。 可能有的国家,对于中国代表队的喜悦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当时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之后,便一直到联合国当中申诉恢复自己的权力。 终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后,在1971年成功地将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力恢复过来。 当时国人在得知这则消息之后,更是激动不已。 为能够重返联合国的喜悦当中,不知道我国为此付出多少的努力,很多心酸是局外人所不理解的。 当时美国和日本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最大阻碍,在二战结束之后,美国便力争让中国进入到联合国的喜悦当中。 当时的英国便趁机将法国也拉进来,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,使得中国也成功地进入到常任理事国当中。 但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,中国的实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,得到快速地发展。 于是美国便将自己的战略进行改变,由当初的扶持中国变成日本。 从此日本便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据点,美国对于中国的唯独策略当中,阻挠中国返回联合国当中是美国最重要的一条政策。 这就使得中国每当在联合国大会当中,提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时,美国便会找各种的理由进行推脱。 在1960年的联合国会议当中,美日等过便继续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来拒绝中国的请求。 可是随着中国的地位在国际上不断地提升,美日两国便在1961年的联合国会议当中通过中国方案,但是美国便提出要得到联合国席位的三分之二国家的同意,才能够允许中国恢复合法权利。 在19届的联合国会议当中,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票数都相同,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便又提出双重代表权的策略,但是这是不被新中国所允许的。 最终在1971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,中国最终成功地获得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,我国最终取得成功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日本对于自己的国际政治地位,非常的不满意,便一直想要进入到常任理事国当中。 可惜日本的这个愿望,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是不可能实现的。